东西 她还是不通过 你再问问 问了好几遍呢 被消息 我回来了 你俩干啥呢 潘一她网练凉了 怎么回事 那个女的是我高中同学 好像是当了酒托吧 把潘逸骗到酒吧 开了一瓶八千的酒 得亏我们跑一款 潘逸 你这什么眼光啊 这种人你就拉黑好了 以后不要联系了 现在不是我拉黑他 是他拉黑我 那不也挺好的 你懂什么 对不起 我了解他 他一定有什么难处 不 也是这时候 我愿意应该帮他 那你跟他认识没多久 你真的了解他吗 你问景昊 据我所知吧 王楚彤这个人 就是脾气大了人 人不坏 所以啊 他一定有什么苦衷的 我问鞋子 人不坏 我说是有什么苦衷的 我觉得这样很是 你怎么找这事 我自己就弄了 不都不坏了 我现在都会坏了 s指 Lac�� 我这个其实不坏了 你这个败败啊 就不坏了 我这些事 我会不坏了 你看我这事 好 那我先去忙了 我来吧 你不是在那个酒吧 当什么酒拖的吗 什么酒拖 我也是被骗了 他们说的是销售 那你也不能一上来 让潘毅开一瓶八千个酒吧 对不起啊 那天给你们添麻烦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酒卖八千 他们给我的报表上 那个酒只有一百八 我提升百分之十 也才十八块 德哥 你们的老板还真黑 两头骗 多亏了你们 不然 我还得帮他们继续骗人 所以你就辞职来这里吧 对了 你是来兼职的是吧 我们这里要营业到凌晨两点 能行吗 我是全职 全职 大学没考上 就只能出来工作了 我帮你吧 谢谢 吴景浩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儿打勾啊 不好意思啊 上次比你们天麻烦了 没关系 你们俩在谈恋爱吗 不是不是啊 吴景浩 怎么看见了 你们这也太明显了吧 为什么不承认啊 韩非的爸爸也就是你的老板 不太喜欢我 还想赶我走呢 这不 当你熟悉完之后 我就完全没有理由待在这儿 那需要我熟悉得慢一点 表现得笨一点 态度差一点来衬托你们 这你倒也不用 上次酒吧的事 我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你们的 也不知道怎么弥补你们 我们也没损失什么 不用弥补 我心里过不去 而且 其实我也不想在这儿上班 为什么呀 你们都在这儿的话 潘一应该也会来吧 遇见的话 怪尴尬的 其实你跟潘一之间就是误会 说清楚就好了 不想说清楚 就一直误会下去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开始吧 走啊 有兴趣啊 还真在 没事 我来 我来 那麻烦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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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议员 擦一下桌子 你酒都倒死了 小王 小王 我来吧 行 再一杯 再一杯我也好 来来来来 小王 帮我拿两片柠檬过来 我用光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这杯算我请你的 好 谢谢 老板 我去买点牛蒙吧 等会儿肯定能用得到 我现在就去 很快 很快 你们回去了吗 等我一下 好 你们一块回去吧 好 吴景浩 你要回去了吗 你不等一下小王啊 他一个女孩子家刚来 也不熟悉 那么晚下班不安全 你送送他吧 老板 我可以自己回去啊 不用麻烦他了 吴景浩 你先走吧 好的 谢谢啊 爸 我们走了 晚上咱们去图书馆吧 你不去我爸那儿了 不去了 我觉得那边有个王土腾够了 真不去了 真不去了 我觉得你爸好像想撮合我和王土腾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让你爸接受我 不济于一时 我要是对了讨好你爸爸 还是疏远你的话 那不是没有任何意义了吗 算你聪明 快吃吧 好 好 喂 景浩 你快来我找教室 潘艺疯了 行 我马上过来 走 怎么了 潘艺疯你出事儿 她怎么了 昨晚就没回宿舍 上午也没来上课 那野武社的人说她来练了 我就来看看 打扫卫生的阿姨说她练了一上午 就没停了 她受什么趋势了 去练吧 去练吧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走 赶紧去找她 走谁 跟我走就完了 你拉我来这儿干吗呀 潘艺疯 你们怎么带她来了 你们两个好好聊清楚吧 去吧 那个 那个 我去舞蹈学院找过你 可他们都说不认识你 我不是什么舞蹈学院的 我骗你的 那你是 不是什么大学生 就是个打工的 没关系啊 那咱们还是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玩啊 可你为什么不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啊 不是很明显吗 我跟你聊天跟你玩 就是为了让你买那瓶八千块的酒 结果酒没卖成 我还丢了工作 我就不想见到你吧 我不信 你听到那瓶酒价格的时候 你也很惊讶 我亲家老师 原来你买不起八千块酒 好 我明白了 你不信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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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否因为你 是我 你还好吧 要不要休息一下 韩非 我可以辞职吗 可以是可以 可是你离开这儿 去哪儿啊 你要不要回家呀 我不回去 我爸妈 我亲戚都说 女孩子再度一年就老了 不如早点去上班 找我们当户队的人 他们还让我去相亲 可那些都些些什么人呢 我才十九岁 那你就别走了 留在这儿吧 我和你们 和潘毅 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想回到高中的时候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考到临北大学 这样的话 至少我遇到潘毅的时候 我可以平等地跟他说话 可是现在 他是重点大学的学生 像人都是医生 他以后也会是个医生 而我 大学没考上 连最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 好了 别哭了啊 再哭得不漂亮了 你们聪明 这么棒 要是再重新考大学的话 一定能考上的 我可以吗 我可以吗 相信自己 你一定可以的 我可以吗 他也特意跑去学啊 他每天等着我玩游戏 每天都跟我说走 晚安晚安 你们说 他花三个月时间做这么多事 就是为了骗我那点酒钱 哎呀 都说了网页虚谨慎嘛 你有没有想过 他可能是有什么苦度吗 我当然有想过 可他不说我能有什么办法 他就是什么都不想告诉你 给 干吗 他五个月换了十个工作 也就是最近才去那家酒吧 卖酒的 所以不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骗你 才跟你在一起的 那他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 他自卑 他没考上大学 工作又做不好 你是中年大学的学生 什么都好 他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可 可我从来没想过这些啊 所以我给你带这些啊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他复习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谢谢啊 加油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以后别来了 我已经辞职了 你等一下 你看 我给你带什么了 来 我的入学成绩 可是我们年纪前十 我给别人辅导功课很厉害的 高中的时候 我们班有好多同学 都跟我一起复习功课 有的人的成绩提高了一百多块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都知道了 我都知道了 你要是觉得自己 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我就强行把你拉到我的世界来 但不管最后你有没有考上 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我从一开始 眼里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时候 就喜欢你了 我根本就不在乎 你说你是什么学校 做什么工作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你的优点缺点 我全都喜欢了 Marriage 咱晚上吃什么呀 这才中午你就想的晚上吃着吧 我们就应该好好坑盘一顿 宫 她是不是会做什么坏事ة 余涵 余涵 你干吗看见我们就跑啊 是不是又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顾奶奶 我现在这个样子了 你是不是给消消气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脸上伤怎么回事 不是你找人跟踪我吗 昨天她动手了 我没有啊 确定不是你吗 对啊 可那个人就是在我华上你之后出现的 而且她还说了让我离开临北大学 我又没有理由让你离开临北大学 你报警了吗 我像报警的人吗 那你看清楚打你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了 黑灯下火的我就看见了个黄头发 二十来岁的样子 你就是得罪的人太多了 想让你离开临北大学的人也不少 行行行行 我每天都要被严云天反 我现在还要防治这个黄头发 你们两个现在也是要来烦我了是吗 那要不然这样 你在学校公开给大家道个歉 说不定那个黄头发的跟辅导员就放过来了 又道歉 又要写检讨 见鬼子 黄头发 黄头发 潘姨啊 这道题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来 你别说我写的话得不知道 其实就是最简单的数列问题 这个简单 你再看 我这样印记的数列的单识的话 你会不会加太多种了 不会啊 您特别好喝 我来吧 我来吧 谢谢啊 来吧 韩非特调 我尝尝 嗯 好 怎么样 哪有 这个酒以后别给别人喝 哦 行 那这以后就是咱俩的专属酒吧 行 有没有水 你干吗去 你干吗去 他帽子放拿了 我去还给他 那个人不是什么好人 别管他了 王初彤 以后那个小混混 别让他进来的 不是我让他进来的 是老板让他进来的 麻烦等一下 怎么了 你的帽子往哪儿了 谢谢 那就算他以后没给钱 你别问他要了 知道吗 知道了 韩非 那个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韩非 没事吧 你可以走了 我都跟你说了他不是什么好人 他帽子忘拿了 要是回来找不到让我们赔怎么办 他那帽子值不了多少钱 你要是出了什么事 多少钱都还不回来 一会儿别这么长时间了 知道了 知道了 走吧 回去了 走吧 嗯 感恩父母温暖易冬 食堂推出立冬活动 同学们可以在食堂做一道菜 邀请父母前来品尝 活动中 出于评分最高的同学 可以获得一张年度五折卡 五折卡 五折 年度五折 我一年能省一个多亿呢 我去我去 你妈会来吗 万一来了呢 试试呗 这次我支持你 你要不要去 我要是残家了 玲玲基本上不会拿地 嘿 瞧不起谁的 虽然我不行 但我有些解 拉着我干吗 我可没说要帮你 走啦 这把雨去喽 走啦 我就是要你吸取教训 但凡犯了错 就连吃顿饭都没那么容易 纪律就是法 抬头低头她都在这里 你真的以为 你把道歉信 发在贴吧里就结束了 你要好好面对自己的错误 你在看什么呢 你知道没有 看雨晗 她最近可惨了 对了 她在学校的贴吧和论坛上 都发了道歉 你看到没有 没有啊 大家好 我是雨晗 今天我要向所有同学道歉 我以后不会再欺负任何同学了 希望大家 如果曾经跟我有过节的话 我们走正规渠道沟通 也可以去学校举报我 也可以当面跟我说话 希望大家不要再拿社会上的办法 对付我 大家都是学生 请清纯一点 清纯一点 你们是怎么说服这个恶巴的 不是我们的 不是你们 嗯 本来她也以为是我们的 但是我跟吴景浩不会干这种事的 我们很清纯的 她在学校里惹了这么多人 总会有人找她报复 行了 不管她了 咱们吃饭吧 我来吧 我来吧 快到哪儿了 我刚刚去打个电话 谢谢啊 谢谢啊 你手怎么了 没事儿 我之前去买笋 想做给我妈吃 结果那个毛就扎手里了 你是不是傻呀 扎进去就要弄出来啊 我洗过了 但好像还在手里 跟我来 你刚刚给谁打电话呢 给 给我妈打电话 我想让她来尝尝我做的大餐 但我给她打电话 她没接 给她发消息了 估计她在忙没看到 她要是知道 我对她这么孝顺 她一定感动得哭了 就以盘苦损而已 怎么哭 那也是我亲手做的呀 你试试 还扎不扎 好断了 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呢 会做竹笋啊 不会做我也可以学呀 那不然你教我 我说股我要教你吗 那我就自己上网查喽 别查了 到时候我来教你 真的 谢谢学姐 你太好了 太好了 明天有帮手了 你这样以后怎么上节剖课啊 我第一次了 还不太熟练 算了 我来 不行 不行 这是给我妈做的 还是我自己来吧 好香啊 爸 可以吃了吗 嗯 再等半个小时 老板回家了 你爸要回来了 那我先走了 你留下来一起吃呗 下次吧 等你爸爸接受我了 明年咱们一块吃 嗯 那晚上一起看电影 好 好了 好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邀请我们 参赛同学的父母们 上前来品尝同学们 所制作的料理 家长们请上前 谢谢 阿姨 给你消息了吗 好的 请家长们落座 那接下来呢 就邀请我们的两位 评审老师 上前来品尝同学们做的料理 并且要进行打分哦 孙儿 有点老 是 你们家人呢 他还没来 能不能再等等 好 我但是不打分 等家人来了 可以叫我 好 谢谢啊 谢谢 没事 别着急 阿姨可能还在忙 咱们再等等 鸡汤 鸡汤好了 鸡汤好了 好好喝呀 嗯 好好喝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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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好香啊 好香啊 爸 你回来了 坐 怎么想起来做这么多好吃的 怎么样 看这个 好香啊 我给您尝个大鸡腿 好 从前啊 都是你和妈妈把鸡腿分给我 这次给你 爸 谢谢你特地过来照顾我 这是爸爸应该做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爸爸希望那些年 能够好好地照顾你 没事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你看我现在不也好好的吗 行 不说了 赶紧吃饭吧都凉了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我记得你以前不会做饭的 这不会是 吴景浩做的吧 如果真是他做的 你还会吃吗 菲菲 爸爸不是反对你谈恋爱 爸爸只是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 为什么呀 因为你现在年龄还小 没见过什么世面 等你会有了见识 见到了更多的人 你会发现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 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遇到再多的人 他都是最好的 行 咱们不说这个了啊 再过两年好吗 等过两年 等过两年 如果你们还相互喜欢 再在一起也行呀 一年 行 一年 就一年 那就是我爸最痛心大脸 快吃快吃快吃 我做了 他们会再给我看 把你 去做什么 谢谢 我来说